那一年相遇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要赞看这情意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感天地 感导师 感女生 女生的主持人 超马的嘉然晚上好 我是如燕 跟大家分享近来超级生命密码 生命地图的改变 其实我之前是自己学佛学的 自己念了十几年的佛学 学到一个瓶颈 总是觉得有一些地方上不去 可是那个点 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点出的问题 想说不然上不去就多 一天多念几部经吧 所以念着念着 一天大概念十部经 可是念一念 我觉得好像也是没什么改变 然后你们觉得 反正就是一个点上不去 后来才知道说 其实是你想要灵命提升 然后念经的过程 念着念着 念着念着 念到有一天 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声音 从我的后面出来 然后叫了我的名字 叫我叶如叶 三个名字 三个字 之后呢 就真的 那天真的听到之后 就全身起鸡皮疙瘩 掉了满地之后呢 很快的把鸡皮疙瘩捡上来 因为我觉得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就不大去理他 可是自从那天晚上开始之后呢 那个声音就一直 24小时的跟着我 一直叫我的名字 一直叫我的名字 不管我在睡觉 吃饭 工作 都一直叫着我的名字 然后我们学佛学的 你会觉得 反正把它当做一个考验吧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考验 也不大理他 然后后来慢慢的慢慢的 你会觉得真的身心里 你会觉得非常的疲倦 然后你会觉得身心里疲倦到一个 出去逛街 出去卖场 你会觉得去逛街逛一逛 回来觉得要躺在床上 躺了两三个小时 才会背部体力 然后呢 去工作也一样 工作 身体也越来越差 生意力也越来越差 一切都 我觉得能量场都往下降 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然后练经也练很多了 然后去拜拜 去拜神明呢 去祈求天 那个菩萨的宝业 该拜的也都拜了 该烧的金钱也都烧了 该捐的钱也都捐了 可是呢 总是起不了作用 很快的所有问题又回到我们的身边 直到有一天呢 我自己跟天地讲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导师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导师 然后呢 那天在我上班的时候呢 就有一股力量拉着我出去 拉着我走到那个市场的出入口 我本身是在菜市场卖衣服的 然后那天那个力量就拉着我出去 然后看我出入口的地方 有人在结缘千念之冤 还有疗愈全力 于是呢 我就跟对方结缘了两本 然后回来看了里面的内容 你会觉得 哇这本书好神奇喔 这个不就是我要找的书吗 然后感恩事俱记念着念着 哎呀 原来真的是能量场的问题 你感恩事俱记念着念着 你做做实验 真的生意就有起色 客人就会进来 然后这样子念着念着 我觉得哇好神奇的感恩事俱记 过了两三天呢 市场又有人来发书 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对方说 你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书是要去哪一边买 对方就给我了 会清会法的电话 于是呢 我就跟对方联络上了之后 就马上跟他订阅我们导师所有的书 他跟我说 你如果买了所有书是对着喔 我觉得哇真是劲道便宜 于是就很开心的跟对方约了拿书的时候 然后会心会法 这对漂亮的姐妹欢迎真的是很贴心 然后问我一些问题之后 我也跟他讲了 因为他们之前是都是念佛学 一路起来了 然后大家有碰到一样的问题 然后那个会华就跟我说 会心姐姐跟我说 叫我 请我回去表快看我们超级生命密码 看到第七章说我可以开始做功课 于是我回去就很快的看到第七章开始做起了功课 可是呢因为没有落实地址规 还有没有去上精英会 其实没有很快的改变 有稍微的改变一下 然后慢慢的就进入了去上精英会 上精英会呢可是网络共修也都在家里自己拼这样子 直到去年的时候 整个把重心移到台中教室之后 其实人生才真的开始大翻转 去年翻阅的时候本来是那个工作本来是不想做了 因为我觉得做了那么久生意没有越做越好 反正生意越做越差 想说不然来去找工作好了 可是又觉得自己有一点年纪的真的也不好找工作 于是我就跟天地说了 请天地帮忙 我身上大概有三四百件的衣服吧 请对看有没有有缘的人 把他收购走这样子 然后很快的就有那个缘分 帮我拉了一条线 收了我所有的衣服 于是我有了 有了一笔钱可以补货 然后进来超级生命密码 开始网络共修呢 其实那个庙你会觉得好不可思议喔 真的你有法师修了 他落实地址归了那一把尺 不是往外量是往里面讲的 你会觉得其实人生其实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自己的看法想法错误 不是别人错 所有的错都是在自己 然后落实地址归之后 然后开始进来网络共修 其实真的能量真的是满满的 然后在我耳朵的那个负能量 一直叫我的声音的那个能量 那个能量也真的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不见的 我真的完全忘记说 奇怪那个能量场 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叫我的名字 这样子 然后身体你会发现到自己身体 越来越健康不容易疲倦 到去年三月的时候 开始就是进来台中教室往路共修 然后去补货 我也会跟要补货的那一天 我跟天上天地说 我今天要去补货 天地帮我一个忙 让我去找到便宜又好看的货 结果那一天呢 因为在坐车的时间 时间会比较长 大概三个小时才会到我的目的地 于是呢我就在车上做了一下刑法 做一做呢你会发现 我第一次看到彩虹光出现在我身边 那个彩虹光 我的这边是放我的茶壶 然后茶壶的反应到车子的那个车厢 旁边就出现一个彩虹光 一道彩虹 然后旁边坐的这个地方 就出现了彩虹光 就一颗一颗的好神奇喔 于是我下车的时候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你会觉得奇怪 怎么车子突然停了 然后呢我想说等了一下子呢 车子还是没有开 于是我就下去问一下司机 原来我们车子跟人家相撞了 然后你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天地先祝福我了 因为彩虹下来了 彩虹姐姐感恩 然后那一天呢去的比较早 所以呢先去找一下化妆室 然后就在附近开始逛了起来 然后在一间那个巷子里面 发现到跟我的衣服很雷同 可是呢价差至少差十倍以上 那个天地拉的线真的好神奇喔 从那一刻起 真的我那一天我补了很多 补了两大箱的货 都是我新找的店家 然后那一刻起 从去年的三月份整整一整年 其实业绩都非常的好 然后因为价钱真的价钱都差十倍以上 所以利润也真的也好很多 就这样子 一路上其实每年的大概四月到九月之间 其实是我们的小月 你知道有在这几个月 其实每年最少都会亏个三四十万 或者到六十万 可是去年还是就没有亏了 那也多赚了三四十万到六十万 还有银行里面的钱 所以真的很感恩天地的爱 就这样子一路 补了很多衣服呢 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摊位的关系 因为天地特别的倦爱 所以呢 我摆衣服的地方呢 也可能特别亮 引来很多附近的店家 会拿手机甚至照相机去拍我的衣服 甚至录影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都不以为 反正你就卖得比谁快就好了 然后货物呢换得比谁快 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很快的 把衣服卖完之后又去补货 就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重复着 就觉得天地给我的爱真的是满满的 然后客人呢也都不求是的 都是新客人都没有见过的 一下子就很多人都是陌生人 然后就包衣服也包得很快 这就是天地给我们的礼物 这是第一次遇见太阳彩虹光 第二次遇见彩虹光是去年的11月份 那一次刚好在家里 是我老公要载我出来 那天在家里刚好穿衣服 我比较喜欢穿有亮片 闪闪亮亮的那种衣服 就在我家的墙壁这样子摇两下 其实你如果穿亮片的衣服 你去在墙壁上 其实你只是看到亮片的颜色 你并不会看到彩虹光 可是摇了两下之后 竟然整个墙壁都是彩虹光 我觉得真的好神奇喔 然后那天呢 我老公在我出来巷子的那一刹 其实我们差一点发生车祸 然后我自己心里就有底了 然后那一天上完课之后 还好只是没有插撞到 只是差一点撞到 然后那一天上完课之后 就跟诺颖剪结到前面的 他停车的地方 其实那一条路大概 大概八步的路啊 你走八步就会过去的路 很神奇 我走到第三步之后呢 你会觉得 我怎么觉得人怪怪的 整个耳朵是 是整个是很吵的 然后好像是整个耳鸣的 非常的严重 当下我才发现到 转过去看的时候 刚好有一辆车 从前面的那个红绿灯 还没过来 可是他的速度真的很快 非常非常的快 我当下我觉得 奇哥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跟他进个礼之后呢 转头看那个姐姐 姐姐竟然在原地没有动 我进来还有机会 可以转头到 看旁边 前面全路的那个车 完全都没有动 于是呢 我就跟对方行个礼 用快跑的两步 跑过街 车子就飞过去了 我那次其实我差点被撞到 可能会撞飞很远 然后我觉得整个场景 我都觉得怪怪的 我回去想了两天 才让我窗户通 真的你会觉得 哦这个是电影的情节 可是真正的在我的面前出现 那一刻其实是整个 整个世界是挺停止的 就是我在动 所以我走了三步路 那个姐姐在原地 那台车也在原地 所有的车都在原地 只有我在动 你会觉得天地那个庙 你会觉得 好神奇哦 天地这么爱我 感恩天地 真的其实我觉得进来 我们超级是秘密 只要你愿意留法实究 所有天地的祝福 都会不求自得的 来到你的身边 不管你是在生活中 或者在梦里面 跟大家分享 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梦 那个梦也好神奇 其实我在那个梦里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的床头竟然摆了我 我小三年期 我奶奶已经往生 她的相片 竟然摆在我的床头 然后我哥哥三年前也往生 她的相片也摆在我的床头 我说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可是后来有一个声音 马上出现说 这个东西不应该摆在这里 于是就把我收走了 你问那个 我们超级生命密码 不大不法展 不管在哪里 在梦里也都会出现 祝我们一辈之力 真的只要你愿意留法实修 在超级生命密码 生命中所有的富足 你希望 开心 对自己有信心 对我们老师有信心 然后对天地有信心 生命都可以很快的转变 然后都不求自得的 所有的幸福 你所喜欢的 你所想要的 都会不求的自得来到我们身边 感恩天地 也邀请FB前面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 赶快进来超级生命密码 所有的庙 由你们自己去体会 让大家分享到这边 感恩天地 感恩天地 你能不能够 让大家感恩 有点灭 我来说 你能不能够